据台媒报道,为强化台军战礼,美军已派遣百名现役教官驻台,多数进驻台陆军新训中心及后备旅给予建议。 报道称,美军教官多数进驻台陆军新训中心及后备旅,实际了解训练模式优缺点,并希望一无一期恢复一年后,士兵可接受台美演你定定的实战化训练科目。 台陆军对此回应称,各项涉外军事交流、军医规划办理,相关细节不予评论。 事实上,台陆军谋侣3月在高雄岗山进行14天新制教诏时,就有民众目击疑似美军人员对台军提供建议,当时台军方不愿证实。 岛内军事学者苏紫云表示,预估美方将派遣近200名教官驻台,以陆军为主。 此次美方增派的人员推测是以电磁对抗,共同作战图像整合,基地防护,陆基防空及反舰火力配置方面人员为主。 此前,美军增加驻台兵力的消息被曝光后,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发起声讨。 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社论指出,目前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加剧,中美战略竞争不断上升,美国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的企图更为明显, 甚至双方因台湾问题终须一战的论调甚嚣沉上,但所有的兵器推演都显示,台湾2300万人将成为战争祭品。 民进党当局坚持亲美反中路线,完全配合美方布局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。 针对美台勾连,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此前指出,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,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,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。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勾连,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势升级美台实质关系。 我们敦促美方放弃以台制华图谋,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搞突破。